想进半导体产业 转职到半导体产业 做国外业务 英文能力要多好才行呢 职业诊所帮你一生都精彩 从新鲜到退休 哈喽大家好 我是主持人Pola 今天我们很荣幸邀请到 英文口译专家Howard 来担任今天的来宾 哈喽 Hi Paula 大家好 Howard又有一个这个称号 叫做会走路的翻译机 那他同时也是 全球串联早安新闻 Podcast的主持人之一 那Howard过去 超过十年的工作经验 大部分都是跟语文相关 当过口译 当过补习班老师 也当过企业内训的讲师 那也在金马影展 跟外交部等等 非常重要的场合 来做过英文的翻译跟口译 我们现在也来帮粉丝敲碗 有一位求职朋友 他在104职业诊所的网站上 问到了这样的问题 想进半导体产业 英文能力要多好才行呢 这个发文问题的人 他是一位业务销售 他是在电脑跟消费性电子制造业 他大概年纪 31到35岁左右 管理学院的硕士毕业 其实目前在科技业担任业务 大概是五年的资历 最近因为生活的规划 有一些改变成家了 想要多存一点奶粉钱 所以想要思考转职 找一份收入更高的工作 也确实其实半导体产业的平均水准 在104人力银行的资料库当中 不是排名第一 就是排名在第二 最近几年的薪资水平也 具有想象的空间 他目前最想走的产业方向 就是转职到半导体产业 做国外业务 因为他刚好认识朋友 在半导体产业做PM 那就是听说好像 半导体产业的前景看好 当然国外业务 感觉也是一个关键的职务 所以觉得薪资跟未来产业的发展 都还蛮不错的 那他碰到的一个问题就是 他现在的这个英文程度 大概都有一些退步了 那他也问到说 应该要去考一些英文考试 还是说面试的时候 会被用英文进行面试吗 这点想听听看 Howard的回答是什么 我可以来讨论 这是非常普遍的一个状态 我非常鼓励这位朋友 绝对要放胆一试 真的 这是很值得的 因为你去努力学英文 其实不会让你现在丢失 就是目前的职能 只有往上加的分数 对 这是往上加分 不太会倒退 那就算你没有学成功 你还是英文有进步嘛 这不是一件坏事 你旅游都方便 所以我要处理的 其实是很多学生的 English anxiety 英文焦虑 还有English confidence 英文信心 因为我有一个线上课程 不是要卖课啦 可是我讲实在 叫做用国中单字 说一口流利英文 有耶 绝对做得到 因为大家都先焦虑在先 先担心在先 觉得说我单字量不够啊 我讲出来不够专业 怎么办 可是你真的仔细去听那些 外国的老外好了 或者是外商之间的沟通对话 当然它可以有很高阶的单字 可是日常的沟通 很多都是非常生活化的 而且国中其实已经有2000单了 这2000单字是很够用的 所以大家不要先妄自菲薄 我反而觉得大家要处理的是 让自己去开始开口 就是那些在外商里面 真的看起来很厉害的人 我觉得没有比你厉害那么多 我讲实在 他们就是敢讲 对他们敢讲 他们也没有完美啊 就像我刚刚说的 台积电工程师英文 并不完美 可是他们很敢沟通 他敢写这个文法破破的信 然后口说也不怕讲 他们有时候还是要对话嘛 或是视讯 还是要会议等等 所以一定可以的 所以去做这样的国外业务啊 我觉得是要让自己开始 敢讲英文 然后敢接受这种全英文的场合 你说考核也好 面试也好 因为你怕再先 你就不会投履历了 是是 对 可是你要先试试看 那用什么方式去接触呢 比如说成人美语 其实补教的选项也很多 那让自己开始有做这件事情 然后试着把这些既有的学习资源 去结合你想要的产业 比如说可以呼应 大家可以回去听我们上一集 就是敲碗 不是敲碗 问问题 不用钱 是是 所以假设你已经去家里附近 找了一个成人英语绘画班了 你干嘛不在下课的时候 多留下来 告诉这个老外老师 说我其实来这边上课 是我想要目标干嘛干嘛 你有没有什么建议 他说不定就会 就他的认知给你一些建议 说不定他转介他一个前学生 或者是那个学生 可能就是这个职位的人 可以直接给你一些职业的就职建议 或者告诉你 面试的时候你会遇到什么 你要注意什么 甚至帮你内推 很有可能 人脉就是这样连起来了 然后老师也可以在上课的时候 因为你跟他提过 他就故意举例 可以叫你多讲一点电子业的东西 你一定 虽然你英文可能讲的卡卡的 可是你一定比人家懂这个产业啊 因为你就这个产业的人啊 你想一下你隔壁是一个律师啊 旁边是一个会计师好了 他们真的都不懂你的产业 对可是你懂 所以你就算乱讲 他们也不知道 我讲真的啦 就是大家要对自己有点信心 你做了这么多年的事情 台湾人太谦虚了 然后我们就对别人 跟自己的英文能力很严格 就一直觉得 怎么办我英文好烂 然后都讨厌自己的口音 其实不用这样子想 你看那种什么西班牙文强很重的英文 德文强很重的英文 意大利强很重的英文 日式英文 他们都比我们有信心 对啊 那我们干嘛不强化我们的优势 不要一直去想说 我的什么accent太重了 而是人家到底听不听得懂我在讲什么 如果听得懂 那才是重点吧 或者是说 经常碰到这种英文焦虑啊 会反过来问自己说 好像你不会去嘲笑一个 讲中文很烂的美国人 对啊 对啊 不会嘛 完全很好的例子 所以其实这件事情啊 就是 学英文这件事情是 毫无下党的风险啦 对不对 可以这样说 可以这样说吗 然后你其实就是努力的去 丢这个子缺 然后去interview看看 然后我也想补充一下 就是说 一文是比如说董事长级啊 或者是一些高阶主管啊 他们其实也都在学英文 只是你不知道而已 很多长官默默在学 对 下了班之后 怎么有一个外国人 今天突然进了办公室 然后原来才知道 原来那个是某某总经理 他的英文家教 对啊 对 他也是很认真的 在每天下班的半个小时 一个小时去练习口说英文 甚至有时候 你在咖啡店 在素食店 旁边两个人 他就是在那边对话英文 用一些很烂的英文 人家也是用这种方式 开口说英文嘛 那或者是 有一些同事们 他会用线上 学习英文的方式 他可能没有办法 付得起 就是口音很棒的 美国的 或者是英国的外籍老师 他用比较便宜的钱 他专门去找一个 印度籍的 很厉害吧 印度籍的 说英文的人 因为他觉得 他如果连印度籍的英文 他都听得懂 他都就没有问题了 所以这位朋友啊 就是Howard的建议 就是你就去 多说 去interview 没有关系 但是可能要注意的就是 当你找到了这个 半要体产业的国外业务 真正会要碰到 商务上面 工作上面的 这个英文能力 那就要多注意 在生活上面 国中的两千字的英文 绝对绰绰有余 但是商务上面的 半要体产业的 相关的商务英文 这个到时候 真的要马上 pick up起来 对不对 对啊 可是这个东西就很有趣 因为你实际就职之后 你就可以在职位上 很多的学习 是是 你会一直接触 所以你每天日常 就是听这些东西 跟看这些东西 所以其实应该会 进步的很快 除非猛进 对 所以在 也不用太担心说 那些我都不会 因为其实大家都是 到职以后才开始学的 对 就是所谓的这个叫 on the job training 对 就是在职训练 在职学习 那我可以延续 Polar刚刚讲的那个例子 我们什么时候会嘲笑 中文不好的美国人呢 就是如果他今天 要跟我一起共事的时候 然后我真的听不懂他的中文 我们就会跟他说 你还是讲英文吧 所以我觉得这个也 倒回来 套到我们的身上 就是我们不用追求 完美的英文口音 可是我们要让人家听得懂 而不是说让人家听得很痛苦 然后你的同事跟对口 真的听不懂 你在讲什么英文的时候 这个就是自我要再去 调整的时候 是是是 可是除了这个情况以外 我觉得大家不用太 妄自菲薄 因为大部分人的 我觉得英文发音 其实是还OK的 是 就只是一些台湾人常见的 可能母音发错 长端母音就是会混淆什么的 那我觉得还好 对 那我在自己的教学上 我也不会去鸡蛋里挑这些骨头 我都很针对 我如果是一个假老外 我真的听不懂什么 我会点出来 OK 就是比较务实的角度 所以是以能够听得懂 能够沟通 双方能够沟通 不要有认知上的错误 为一个基础的前提 对不对 我觉得这个才是商务上 最实际的需求 好哦 我们今天非常谢谢Howard 来帮大家化解英文口说的焦虑 也谢谢Howard 谢谢 谢谢 如果您喜欢今天的内容 请给我们五颗心 并且留下好评 假如有更多的问题 欢迎到质押诊所的网站来发问 特别想听什么主题 请点击节目资讯栏的连结 投稿给我们 也邀请您订阅追踪 掌握最新的内容 我们下次见啰 欢迎订阅